市场预期说在美国联准会 还有就是欧洲央行的部分 他们都认为下半年市场预期 有可能会开始降息 最主要是认为说 如果继续升息 纵使大家对银行的信心恢复 可是因为这个紧缩的力度这么的强 所以区域性或是中小银行 可能到时候承受不住 所以其实联准会会衡量 就是在通膨的部分 他也是会去衡量说银行受的冲击吗 应该这样说了 就是整个市场的资金紧缩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这过程从联准会缩表开始 就一直在进行 有一个数字其实是蛮有趣的 就是你看这个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资产负债表 在去年四月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 大概有8.9兆每月 然后就一路往下滑 一直滑没有停过 一直滑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滑到今年的三月的时候 已经降到了8.3兆 你看它降了多少 8.9兆到8.3兆 降了差不多6千亿左右 就是将近一成 对 就整个市场的资金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还不到一年 已经萎缩了将近一成 而到了3月23号 22号才大幅多回升 回升到多少呢 到8.7兆 回升这么多 对啊 就在几天之内 它向上回升这么多 回升了几千亿 那就表示呢 现在美国的联总会呢 它对银行危机发生之后 市场的流动性的紧缩 它非常的在意 所以它大量的试出 这个货币 希望能够让流动性呢 能够补足 让后面的银行危机呢 不至于发生 所以联总会采取了好几个行动 这是其中的一个 可是呢 这是一个紧急的行动 因此我们想象 就是在这次危机 如果慢慢就平缓了以后呢 这笔钱还是会收回来的 因为它用了很多短期措施 比如说 它让银行可以 一年期的短期的贷款 或者是很快速的 向联总会去贴线等等 用这些方式呢 补足市场流动性 但是等到危机过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不会到一年 慢慢这些钱都收回来 可是这样不会是 很矛盾的政策跟冲突吗 就是我一定要收紧资金 所以我必须把钱给收回来 可是因为有银行危机 我只要把它放出去 可是通膨又这么高 所以它就变成是夹在两难当中 它要怎么样去取得平衡 因为它如果觉得说 银行危机渐渐平稳了 然后我又继续收紧资金 可是又有小银行 还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然后它又不可能说再放 然后再收 可是那通膨永远都在那里 应该这样说 这是一个长期手段 跟紧急措施之间的关联 就是缩表跟升息 那是长期的 为了要对抗通膨 它在通膨的这个目标 没有达到之前 它不会停手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资金的不断的缩水 所以很多金融机构 投资者或者新创公司 它会面临困难 因为他们现在 这个可能这个借钱的人 借不到钱 借钱成本提高了 或者有人就会把 他的这个资金从银行提出来 或者大家对小银行 开始失掉信心 这些情况都会持续不断发生 可是经过这一次 一个冲击之后呢 很多小银行应该得到教训 存款者也得到教训 就是对于大家 现在变得都比较安全 大家的存款存得比较安全 小银行将来在 这个资金的这个处置上面 也会比较小心谨慎 所以如果这次风波 真正是一个 很重要的教训的话 那么也许后面的这个路呢 就会走得比较平稳 那只要这个风波过去了 这个紧急措施 慢慢地收回来了 长期的措施呢 还持续不断在进行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